那天彩排的时候是红色的花瓣 那天那边是粉色的 因为跟您的裙子要搭配 是吧 刚才这个歌其实 好像一波一波的惊喜 因为从长歌慢慢到 不同的歌曲的这个演变 特别是最后把九儿这首歌 因为你圈九嘛 对 这首歌其实特别特别任性 就是我真的是 豁出去了吧 因为其实一首歌里面放三首 是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多的 但是我真的这几首都很想唱 我很喜欢 我觉得最后一场了嘛对吧 就唱吧 我觉得家那首歌是画龙点睛 谢谢 我非常喜欢那首歌 因为我女儿也叫啾啾 所以她唱那首歌我好感动 是不是 谢谢 你刚才感动了对不对 我们下面要给圈九一个感动 什么 因为我们有准备一个小惊喜 是 今天是圆梦之夜嘛 所以就是冲着圆梦来的 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我们的圈九的父亲 来到现场的时候说过 爷爷因为身体原因没能来到现场 但是今天要圆梦了嘛 也是爷爷的圆梦之夜 爷爷来到了现场 好 我们掌声欢迎 圆儿爷爷 爷爷爷 圆九 爷爷在这儿 哇 在那儿在那儿 爷爷好 好元气呢今天 仰气的 今天爷爷愚愿了 看到你了 好 我会尽早回家了 我比完赛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回床的 好吧 好的 您就是来叫圈九回家吃饭的 我们全家人都想你所有的亲人都想念你了 有没有什么要鼓励要鼓励圈九的话 我想跟圈九说下面的四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圈九在今天这个舞台上面 不管能取得什么样的名次 在爷爷的心中 都是最棒的 最优秀的 好我知道了 第二句 第二句话 成绩 属于过去 在新的真诚中 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好 第三句话 你选择了 你自己想走的这条路 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管遇到什么艰险或困难 说得好 就是爬着走 也要把它走完 好 给你护着点 不晕了 第四句话 小声点没关系 命运 有时候 把人抛育低谷的时候 往往是 人生卷折的最佳四季 我就讲这四句话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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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爷辛苦了 我想 Coco姐肯定 天哪 对 Coco姐肯定等会儿也想说 爷爷 我的那个猴糖 等会儿也分你的地方 是不是Coco姐 给了那个大哥没了 没了 给了大哥了 好 那我们客群 听完圈九刚才的这个表演 有什么样的点评 我只有一句话 听说 你不会爬得出去的 好 我觉得 真的 爷爷很可爱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是 其实我听了很多场 圈九的唱功 一开始二次元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他只会唱 就是可能很动漫的歌曲 很直的歌曲 可是我后来发现 刚才一首歌里面 有三种唱法 真的 爷爷 你不用担心 你孙女很厉害 真的耶 好谢谢 客气一直在跟爷爷说话 好 Coco老师 Coco老师 爷爷 口干不干 我请你喝猛牛 来 公主人员 给爷爷 是的 爷爷辛苦了 零脂肪才够唱 谢谢 谢谢天后的植入 好 我们这个 刚才爷爷的打气 其实虽然这个听起来 好像有一些很多的期待 但是都是爷爷的肺腑之言 我相信我们做后辈的 也要好好的琢磨 要理解我们长辈们的良苦用心 好不好 谢谢圈九的表演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